出错 出错 又出错 被视为台湾准官媒的华氏 短短几天居然接连出现离谱纰漏 就连道歉声明都有错 最不可思议的是 民进党这次居然不扯外部事业渗透扰乱民心 而是视图轻轻带过 是转了姓 还是有什么猫腻呢 本期弯弯发电机就来跟您说一说 台湾疫情扎据 民进党从清零到放弃 民众心里很着急 没想到一开电视 吓得差点眼睛都掉地 就现在的台湾新闻 还有人能看得下去 还不是因为那个华氏 出错出的太离奇 一次出错是悲剧 两次出错是闹剧 三次 四次 还不是联系剧 52台还是新闻台吗 不是很像戏剧台 那大概是末日剧 一会儿新北有导弹南西 一会儿台北一杯冰桃攻击 一会儿苏贞长又领导了台湾地区 姓苏的知道了这事 表示很生气 生气 我看他是内心笑嘻嘻 毕竟他肖想那个大卫 却只能在梦里 华氏新闻一再出错 确实让人傻眼 不止华氏拉垮 之前公事还把新闻资料也删没了 难道他们公广集团把怠惰当企业文化 你谁说是企业文化 不如说是手里有绿色通行卡 出了错也不怕 我听说华氏之前拿着官方标案 转了一千两百万 假作新闻真打广告 负责人还满世界吃香喝了 这可不就是公库兴绿库 收买媒体搞大内宣吗 难怪NCC官员会说 华氏问题不严重 还不用撤照 懂了懂了 一个拿钱摆烂 只要舔绿就好 一个打压一几 迎护航双标 忍入度重的 来做这个善后的工作 这个是谁给的 谁给你的 我们自己翻下的 想当初民进党蛮横霸道 把中天撤掉 还为华氏进出52台打了包票 现在出了错 突然又说人家是独立机关 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就好 道个歉就啥事没有 罚了钱也是左手换右手 最后还是老百姓含泪套欠养蜜虫 主管下台有什么用 新人上台还是得给民进党点头 专业不用 良心没有 让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事件是一个危机 不会是一个转机 什么NCC 就是脏兮兮 怕不是又琢磨着要强行修法 把媒体舆论都掌握在手里 不管错误再低级 卫海抗中保台就可以 这难道是台湾媒体的新争议 老百姓还看不到这把戏 民进党的报应啊 就在年底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 为何误播的内容偏偏是台湾被袭击 莫不是在为认知作战搞什么遇袭 万一放在选举那天播出去 细思空计 细思空计啊 唉 今天又是弯弯电力不足的一天 过去呢 把这个民党当局做出中天 是所谓的红媒 而且呢 连中天新闻台啊 在现场直播的节目里头啊 不小心呢 把这个啊 台湾的文蛋啊 也就是水果滞销 三百万斤 讲成了三百万顿 但是 后来也成为了中天呢 被直接撤销台照的一个理由 那么现在我们看了 华视新闻台入属52台之后啊 闹了一桩又一桩的乌龙 假新闻连篇 甚至呢 直接拿当局的钱 来为自己做大内宣 怎么这个就可以了呢 就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 叫做啊 窃勾者诛 窃国者猴啊 原来啊 这个现在呢 直接和华视新闻台一起 成为共犯结构的 是民进党当局自己 而且过去呢 天天讲 说报道了什么 两岸之间比较正向的新闻 就说是红色渗透 但是搞清楚啊 这大陆不参选的 可是你民进党 是参选的其中一咖欸 所以你用人民的纳税钱 掌握了媒体 把宣传你的许多东西呢 包装成一个看似客观的新闻 这不才是最可怕的 所谓媒体渗透 所谓的几乎一片都是绿油油 欸 当年高喊着 要反对媒体垄断的 那些为民进党当局 效忠的侧义啊 那些个小孩独们 怎么都不见了呢